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智能电话大行其道 方便程度 打电话只需说出对方的名字 便可以自电对方 不过 在未有互联网的年代 通讯就不像现在那么方便了 就算是固网电话 也比较少用 第一代的固网电话是怎样 大家又记不记得呢? 以前的电话并不是按键 而是拨鱼式 要將食指放在號碼的位置 轉動撥輪撥到底之後鬆開 如果有8個字的號碼 就要撥8次才能打電話 不過幸好在60年代 香港的電話號碼只有5個數字 當時如果要打電話 是要經過接駁完的接線之後才撥得出 並不是直撥電話 直到60年代中後期 香港實行地區字頭制度 在原有5位數字的電話號碼的開頭 按著不同地區增加一個地區代碼 到1995年因應香港人口急速增長 全港改為使用8位數字的電話號碼 固網電話號碼就在最前面加個2字做開頭 成為現時的8個位電話號碼 因應以前電話是撥輪式 產生了不少地區里語 以前撥輪電話的年代想人家找我們的說法 現在就叫做撥輪給我 現在就會變成 call我 whatsapp我 wechat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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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